非得播放非得早餐 我是男嘉隆 民国110年6月14号星期一 礼拜一的时间7点钟的时段 早餐读书会的单元 每个星期一的7点钟 我都会事前会先准备一本书 挑一个主题 当然不只是一本书 通常那本书会代表一些主题 一些议题 也代表我对一些议题的想法跟思考 希望跟大家分享 但是今天6月14号的时间 提醒大家本来今天 应该是我们的 我们的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本来提醒大家 那三级管制到今天 希望今天过了之后 大家可以降到二级 不过难度很高 所以大家还是要继续加油 因为台湾还没有疫苗 疫苗没有普遍施打以前 大家对疫情都不能够轻哭 都不要掉以轻心 大家还是多小心 好那礼拜一的时间 我们照表操课 今天我挑的这本书 我访问一位在台湾 因为他娶了台湾女生 跟着他的太太 来到台湾生活 在台湾生活了11年的外国人 那外国人很多了 除了台湾人以外 我们都可以说是外国人 不过呢 这位线上的朋友呢 很特别 他是 他是库德族人 你认识库德族吗 我其实在我的广播节目当中呢 我几次谈到库德族 有的时候是我的 我的一位老朋友叫张桂月 那他他特别跑了一趟到 从土耳其进去 到了中亚 到了到了这个伊拉克 到了叙利亚的边境地地区 去探访当地的库德族 了解库德族的现况 所以呢 在过去透过这老朋友的现场的采访 我谈了一些库德族 在两三年前吧 我也曾经访问了一位 来到台湾念书的库德族的年轻人 他是来念书 那个时候 他交了台湾的女朋友 他在台湾念到 访问他 他大四吧 念正大 我还记得 好 那他是从乌兹别克来 你像乌兹别克库德族 所以有 你要知道库德族 他分在那很多不同的国家 所以他没有一个库德族的库德国 他分在那很多的国家 好 那他显示库德族的这个民族 他有他特别的困境 因为他的民族 这个民族的人数很多 光是居住在伊拉克 叙利亚 土耳其 以及呢 以及中亚 像乌兹别克这些地方的库德族 加起来 总数 大概最少有三千万以上 三四千万是跑不掉的 有一些比较 比较比较大的数字呢 的说法呢 说有到五六千万 好吧 大概都三四千万左右 这么多的人 比台湾的人口都还要多 可是他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 他的他的库德族人 被分散在许多不同的国家里面 明明他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可是分散在不同国家 在过去呢 这些呢 英国啦 等等这些国家 在在中东殖民之后 把库德族呢 就就切割分散在许多的不同国家 使得库德族在这些国家里面 即使像是土耳其 有库德族为背景的工人党 他在土耳其也是少数 甚至被当作是恐怖团体 那么在叙利亚 当美当当美国呢 在在叙利亚 在北伊拉克在作战 在对抗IS的时候 最后呢 也是要运用到库德族的民兵帮忙 好在伊拉克 在叙利亚 在土耳其境内的库德族 可能是所有库德族的人口的最大宗呢 就在这个三个国家的边境地带 好除了这一块之外 还有一些零星的库德族呢 在中亚地区 好那这些库德族 他们是在不同的国家里面 被分割了这么久 他们如何面对自己的命运 跟自己的未来 他们当然有强烈的想要自己建国 想要当自己主人的企图 可是在当地的政治环境 很明显的是不允许的 每个国家呢都对克达库德族呢 很不客气 经常呢会发动的 对库德族的攻击跟屠杀行动 库德族在这些地方的生活 其实是很凄凉的 好那我今天呢 我们现场的这 不是现场 我透过电话连线了 透过电话连线的访问的这位来宾 因为他写了这本书 这本书呢叫做库德的勇气 就是库德族的勇气 他在讲库德族人呢 追求和平与独立的故事 以及一段呢跨国界的 台湾和库德族的情缘 他说我是来自伊拉克的库德族人 我的家乡跟台湾一样 好希望能够被国际社会呢 视为正常国家 好那写这本书的 这本书呢是八起文化出版 八起也是独株共和国的系统 那作者我介绍他的中文名字好了 他的中文名字呢叫做许善德 好在我们线上的 好在我们在台湾的库德族的朋友 许善德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大家好 好那跟你一起写书的 这个叫陈凤鱼 陈凤鱼是你太太吗 不是是我朋友了 是你的朋友 我还不是你的朋友 好吧来那许善德呢 你的库德族的族名的话呢 要怎么念 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 这是Zanus 但是还是可以说许善德没关系 对就是说你的库德 库德族语 因为我们比较少少听到 所以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你可以在Zanus Zanus 好 库德族语算是哪一个语系 你们的语言跟哪一个比较像 其实我们是一个 我们的语言是独立的一个语言 独立的语言 对是独立的语言 但是像可以说 比哪一个语言是比较接近的 像比如说西班牙 西班牙文就是比英文比较近 或者是法文比较近 我们是比较接近是波斯语言 比较接近伊朗了 对不对 对对 但是还是我们是一个独立的语言 不是说从波斯来 波斯文来的还是阿拉伯文来的 不是这个独立的是 很就很非常一个古老的一个语言 对 还有自己的文字 好 那可是因为库德族人很多 然后分散在不同国家 不同国家的库德族人 都可以用相同的语言吗 差不多都可以 只是方言不太一样而已 但是 就是每一个语言 也是有自己的方言 就是方言不太一样 但是也是 都听得懂 对对大部分都是听得懂 对没错 好那听得懂当然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就是说 你们你们库德族 现在现在库德族分散在哪些国家 除了我刚刚讲的 像您是来自于伊拉克 当然伊拉克从2003年之后就很惨 那库德族人当然也不好过 另外叙利亚也有很多的库德族人 土耳其有很多的库德族族人 除了这三个国家之外 还有吗 其实如果你看那个很久以前的故事 大概三千年以前的故事 主要的就是我们住在那四个国家 还有再加上是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在二属中亚的亚美尼亚 对没错 但是呢因为政治 政治还有政治情况 还有战争这些情况 就是大概100年 或是200年了 就是很多库德族人 就是移民到其他的国家去 也像去过那个像那个以色列 以色列大概有二十几万的库德族人 以色列也有库德族人 大概是现在的二十几万的库德族人 住在以色列的 后来就是最近的历史 大概是50年的 是他们很多库德族人 因为过去的政治情况 还有叙利亚的 很多是跑到那个欧洲去的 所以现在欧洲也是 像那个德国英国 瑞典是非常多 是大概一百 有些国家是有一百 一百万的库德族人 你这样讲 在我们线上的是呢 在台湾的库德族女婿 许善德 那选择你刚刚 你刚刚讲的说 库德族人呢 有一些在亚美尼亚 在高加索的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才刚刚跟那个打过仗 那亚美尼亚的人 人口并不多啊 所以 对 并不多 所以你们 你们在亚美尼亚里面 有多少人 其实是最少的 是没有一个 因为 现在的那个数字 如果你问那个土耳其的政府说 有几个库德族人在这边 还是什么 因为他们身份什么都不会用 那个民族会分 是说你是什么民族 然后先你 一个在这边 但是 这四个国家 像土耳其 伊朗 叙利亚 伊拉克 比较的话 亚美尼亚是比较少比他们 就是很少 好 那因为 因为亚美尼亚 也有很多的亚美尼亚人 在以色列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在以色列的亚美尼亚人 比如说我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耶路撒冷 它分成几个区 其中的一个区 就是亚美尼亚区 那那个亚美尼亚区里面 就有很多的库德族人吗 对没错 他们主要的住在一个地方 不是分到移民到其他的地方 就是他们有一个区域 然后主要的是 因为亚美尼亚你知道 是主要的是基督教 对 但是那个库德族人在这边 是主要的是 耶路撒冷有一个宗教 可能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就是耶路撒冷之前那个被伊斯兰国那个屠杀的那个有一个宗教的那个教耶路撒冷 OK我晓得 然后在伊斯兰国的库德族人 是伊斯兰国成立的时候 很多库德族人在伊朗 还有在伊拉克 还有在土耳其 他们移民到那个 土耳其 移民到那个伊斯兰国的去 然后现在 伊斯兰国的政府 它自己的一个正式的数字 他说现在是大概有二十几万的库德族人住在伊斯兰国 好 那您稍微等我一下 在我们线上的是嫁来台湾的库德族女婿许赞德 好 他呢 他写了这本书 因为他平常也在帮他家乡的库德族的媒体呢 写文章 那在台湾生活了十一年的时间 对台湾也有一定的熟悉 他希望呢 借着这些的文字 能够让台湾的朋友们呢 更了解库德族 也了解呢 他们在当地呢 在中东地区呢 生活的处境 这都是历史所遗留下来的 给库德族的苦难 好 那我进一家广告呢 继续呢 访问呢 在我们线上的赞德 刚刚讲到就是库德族 因为分散在很多的不同的区域 他有不同的问题 但是共同的就是 这些国家对库德族都不友善 进广告回头了 好 非得莫非得早餐 我是南家龙 今天礼拜一的时间 我挑的这本书 当在台湾可能大部分人会 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冷门的书 可是 我觉得非得早餐有责任 希望能够做的更 更有国际化一点 更包容 更有包容性一点 让可以让更 台湾人更了解 除了台湾以外的 其他的世界 好 我们在新闻当中 尤其在2013年 14年 然后整个中东呢 因为IS的崛起 陷入到了这个非常深刻的动乱 如果更早讲的话呢 2003年 那美国的美国出兵 伊拉克之后 整个的中东呢 就开始进入到了一个 一个长达将近20年的 混乱的局面 好 这20年的混乱里面 你固然看到呢 伊拉克饱受战争之苦 叙利亚饱受战争之苦 那出现了非常多的难民 可是我认为里面最最辛苦的是库德族 好 那刚刚呢 我们透过呢 电话呢 连线在台湾的台湾的库德族 女婿啊 这也就是说呢 许善德 好 许善德在在台湾 好 那台湾当然一个是安全的地方 可是他从台湾 那他回去呢 看他的库德族的时候 他希望大家更了解了库德族 所遭遇到的情况 好 其实请教一下呢 许善德 逊善德 你刚刚提到 那库德族分散在这些的地方 甚至于连以色列都有库德族 你刚刚也提到语言方面来讲呢 他可能比较接近波斯语 在伊朗的境内的库德族多吗 对啊 没错 很多 大概说 第二个最多的库德族人就是在伊朗 第三个在伊朗 对 好 那最多的是在土耳其是不是 土耳其非常多 对 非常多 对 好 那但是我刚提到 就是说这些国家 包括土耳其 土耳其一直把 把库德族当作是好像恐怖团体一样 虽然他也有工人党 但是他一直把把库德族当作是恐怖分子 那在在叙利亚 在伊拉克境内 库德族过去更是常常被 被当地的政府镇压 然后屠杀 然后呢 当作是当当作是呢 攻击的对象 你能够描描述一下 就是说库德族在这些不同的国家里面的 所遭受的待遇吗 对 其实 那个问题是 可能现在比较明显 是大概 有好几千年 那个问题 库德族人在那个地方有问题 之前是因为 刚好我们是 库德族人主要的住在那个山区 然后其他的地方 其他的民族 刚好他们住在就是沙漠区这样 然后呢 这些地方我们住的就是 山区有河流 然后很非常适合做那个农业这些 所以以前的 以前是主要的人类 就是需要农业的部分 所以他们一直想要控制库德族的这些地方 所以一直我们就一直在 这么多年了 就是一直被其他的民族是 战争了 他们希望我们离开那个地方 然后后来因为 后来就是 石油 找到石油了 在英国时代或者是 沃特曼帝国时代 那个时候就是 刚好也是这个地方 是石油蛮重复的一个地方 所以就变成另外一个战争 就是开始 然后呢 后来就是变成第一世界战争 然后第二世界战争 不是在那边很多 在中东国家 就是很多新的国家是出现吗 嗯 然后后来就是 因为我们是跟其他的国家也是一样 想要 希望有自己的一个国家 像那个土耳其 伊拉克 嗯 因为他们是土耳其 按照民族得到一个国家了 嗯 然后伊朗也是按照 因为他们是 主要的是波斯语 对 波斯人 然后拿到一个 伊拉克也是阿拉伯国家 嗯 拿到这些国家 但是库德族人就是想要 也是拿到这些国家 后来因为 英国还有他们的民族 像那个土耳其 其他的波斯人 嗯 还有阿拉伯人 他们的民族比较大的 然后英国 就是听 这个时代有听这些大的民族 像那个土耳其 所以那个所有的英国 跟他们合作 没有跟我们合作 嗯 所以我们没有拿到这些国家了 嗯 这个问题就是 因为库德族人都一直 不接受这个 没有一个国家 我们没有接受了 所以变成 有很多团体就出现了 很多政党就出现了 嗯 所以变成那个 有就是这样子的话 就是冲突一直出现了 跟政府啊 然后 刚好我们那个时候 就是被分裂的 被这个国家了 嗯 所以库德族人 就是变成 住在土耳其 我们没有现在生活 在一起了 有的库德人住在土耳其 有的库德族人住在伊朗 嗯 伊拉克 然后 叙利亚 然后这样子的话 变成 变成 我们变成少数民主 对 然后少数民主 平常你可能知道了 少数民主在 独裁的国家 是生活 是真的 没有 没有正常生活 没办法正常 跟其他的民主 没办法 或者 正常 生活 没有像一个民主的国家 是一样 民主的国家 它不会算 你是什么民主 还是什么 但是我们是 变成那个 住在独裁的国家 就是生活一直 非常困难 然后常常被屠杀 然后被战争 然后被抓 然后被 那你跑到 其他的国家去 就是一直到 目前到为止 是现在没有 我们没有 可以说一个 有一个非常 一个和平的 一个地方 没有 没有这个 好 那 你讲讲你自己的家乡 因为你是从 伊拉克的北边来的 伊拉克的北边的 库德族的自治区 这个 这个自治区 它真的能自治吗 就是在过去 尤其在2003年 伊拉克的海山政权 被推翻了之后 美国呢 美国控制了伊拉克 也十几年的时间 这些年的时间 在IS还没有出现以前 库德族自治区 你们库德人 库德族人 真的可以 可以自己管理自己吗 其实啊 我们是 大概1991年 是拿到 库德自治区 还 那个 每一辆 不是每一战争 之前也是有 有自己的自治区 但是 目前 因为我在那边 去也提到了 是 我们现在 真的有一个 库德自治区 但是如果你 可能在政治情况 这些东西没有 没有看起来是没办法 我们的政府 或者自己 管理那个 自己政府 嗯 原因就是因为 其实这个国家 在看 看我们的政治情况 所以意思是 如果我们有一个 完美的一个 非常棒的一个自治区 在伊拉克里 如果拿到一个 这样子的话 嗯 就是土耳其的 库德主人 他们也是希望 拿到一个 库德自治区 嗯 所以变成 所以土耳其 一直看我们 就是 希望我们 不会有拿到一个 很棒的 一个库德自治区 伊拉也是一样 所以我的意思是 虽然我们的 可能 做的没有那么 努力 库德主人 在伊拉克 但是很多国家 也是介入 我们的政治情况 还有我们的 安全的部分 所以他们不希望 我们拿到一个 非常一个 完美的 一个很棒的 一个自治区 因为它会 他们的其他的国家 像土耳其跟伊拉 然后西里 他们也会变成 可能是 他们也是要独立 或者是要拿到 库德 也是一样 要一个自治区 这样子的话 意思是 我们的问题 跟其他的国家 比较的话 我们的问题 不是在一个国家 而已 我们是 问题是要面对 土耳其 面对伊朗 还有面对 叙利 还有面对 伊拉克 是这样 不是说 我们的问题 就是跟伊拉克的 中间 就是这个 不是 好 那你在你 你什么时候 离开你的家乡 我大概 2009 离开了 2009 离开你的家乡 你先 先到哪里去 先去念书 是吗 我先到来台湾 因为来台湾的时候 如果你要愿意 你在一个国家的生活 还是 我是 因为有目的来台湾 就是说 结婚的关系 这样子的话 就是一定要学习 当地的语言 才可以这样子继续生活 所以我第一件事情 做了就是 学中文 念书 然后后来就是 找一些工作做了 然后目前到现在 你来 你现在在台湾生活好吗 OK 很好 就大概 我就在这11年 现在是蛮习惯的了 因为你有小孩了 小孩也慢慢长大了 现在还有小孩 好 那你在2009年 离开了 离开了伊拉克的 你的库德族的家乡 因为之后 之后伊拉克又发生了 很多的事情 特别是IS IS出现了之后 其实 其实库德族受伤很重 因为他们对库德族 是很残忍的 你能够讲讲这些故事吗 因为你有 你有在帮你的家乡的媒体 在写东西 我也知道 你一直在关心 你家乡的事情 IS到底对于 你们家乡的库德族 做了什么 其实 你如果知道的 那个IS 他的目的 不是同一个地方 他想要控制 比如说 他的目的就是 他对自己来说 他想要控制全世界了 但是哪一个 对他来说比较容易 就是 就是那个中东区域 因为中东区域 这些 叙利亚伊拉克 这些地方 就是没有那么安全 政府没办法好好地管理 这些地方 所以 所以他想要控制 比如说叙利亚 还有伊拉克 这样子的部分 但是呢 因为 库德族人 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历史 就是一直战争 然后一直想要控制他的 保护他的土地 在伊拉克 还有叙利亚 他 那个 花了很多时间 那个 还有 很多人 每个家庭 有一个人 就是死掉了 为了什么 为了保护自己的处域 处域 嗯 但是呢 IS来的时候 他不是一直想要控制这些地方 但是他到 想要决定来控制 库德族的地方 就是库德族的区域 因为我们有这样子历史 就一直控制 所以变成那个 我们没有愿意 就是 那么多年 然后那么辛苦 拿到这些库德族去什么 嗯 我们不希望那么容易 还给那个 就是要给 要给伊斯兰国 所以变成那个 我们库德族人 就是 呃 反抗就是 伊斯兰国 是最明显的 然后在新闻 会看得到 这个时代 对 所以那个时候 嗯 对 那个时候 我有看到 比如说我新闻的时候 我会看到 呃 因为IS常常 IS不是有很多的屠杀吗 那屠杀 屠杀库 库德族人 库德族人 死很死很多 那我也看到 在库德族的反抗里面来讲 库德族的女兵 是是常常被提到的 那你你那个 那个是你家 是你的家乡 是我相信 我相信 可能你也有很多的朋友 参与了这场的战争 那库德族的女生 库德族为什么会有女兵 库德族的女兵 他的 他在你们库德族里面来讲 你们你们怎么看库德族女兵 啊 好 呃 其实 呃 你知道那个 中东是一个 不止 你们不要讲 那个 比如说宗教的部分 像那个 伊斯兰 伊斯兰对女生 是比较保守 对 但是 民主的话 也是 中东的区域 不管你是 不是伊斯兰 还是什么 宗教 他们对女生 这传统就是很保守的那种 但是 库德族 因为文化的在后面 你别的说 这个我们没有讲 那个中朝的部分 文化的在后面 因为文化 有时候文化的影响 比宗教更 更明显 嗯 对 所以我们的文化是 库德族 没有像那个 其他的民族在中东 没有那么保守 嗯 就是对女性啊 什么 但是别的说 跟一个西方国家 还是跟台湾比较的话 我们还是比较保守 库德族 但是 我讲的比较的是 跟中东的 其他的民族 嗯 我们的没有女生 没有那么保守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 在工作上面呢 还有在 比如说农业的部分呢 在军队上面呢 他们是 平常大部分 也是跟 男生一起工作 还有 介入那个政治 所以 从很久以前 因为农业的关系 我们是比较农业的 一个社会 嗯 所以女生也是 跟男生一起工作 嗯 然后后来 因为 长久的 我刚告诉你 这么多 以前多年呢 就是一直都战争 所以变成 库德族 也是 女生也是 因为 别人说战争 就是受到 是两个 嗯 两个 别人说 两个性 还是受到危险 就是变成 女生也是 帮助男生了 这样子的话 就是一直继续到 现在变成 那个女生 也是更 呃 会介入战争了 然后 也会跟 所以意思是 主要的是 因为文化的关系 嗯 不是因为宗教 也是我们是 大部分也是 伊斯兰教 嗯 但是女生 也是介入 是 应该我是说 那个是比较 说是跟民主有关系的 嗯 女生是介入 那个战争 好 所以你们 基本上你们 仍然认为 自己是属于 伊斯兰文化 是属于伊斯兰教的系统 只是不同的教派 对不对 呃 其实 你如果 比如说 伊斯兰国 他自己说 我是逊尼派 嗯 但是我们是 主要的 是逊尼派 嗯 所以呃 如果你这样子 派来看 你比如说 反抗那个伊斯兰国 是 呃 应该不是派的关系 是 就是伊斯兰国 对伊斯兰国是 逊尼派的 对 对 伊斯兰国的目的是 当时那个时候 到现在还是 伊斯兰国也存在 嗯 一直 他的目的是 他说 你支持我 还是不支持我 嗯 他这样子分类 他会关心 你是什么宗教 还是什么 嗯 所以意思是 你是不管什么宗教 你支持他 你可能会当 他的朋友 但是 你是同样的派 还是同样的宗教 但是没有欢迎他 没有支持他 嗯 就是还是他 跟你专争了 所以我们就 当时那个时候 我们没有愿意跟他合作了 就是他来跟我们 突杀那个库德族 还有杀很多库德族的军队 嗯 好 在我们的线上的呢 是呃 当你听他腔调 你就知道 他不是 他不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 他是你在新闻当中 你可能才会听到的库德族人 库德族不是一个国家 那在我们线上的这许善德 他是嫁来 他不是嫁来 他是他是娶了台湾女生 然后来到来到台湾的库德族女婿 好 在台湾安身立命了11年 但是他还是关心呢 他自己的家乡 在伊拉克呢 北边的这个库德族自治区 他很多的家乡 他的朋友 他生长的地方都在那里 他在还在帮他的家乡的 库德族的媒体呢 在在写一些的 我文章提供的给这些的媒体使用 好 那他写了这本书 库德的勇气 库德族的勇气 他讲库德族人追求和平与独立的故事 以及呢 他和他太太 一段跨国界的台库的情缘婚姻的故事 这本书呢 八起文化出版 那作者呢 许善德呢 现在在我们的线上 我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我继续呢 请教呢 许善德 因为现在美国 美国 美国慢慢的要准备从中东 要把军队撤出来 那从之前 从特朗普的时代 川普的时代 他要从叙利亚撤军的时候呢 大家第一个担心说 那库德族怎么办 好 就很担心的 这些国家又开始呢 对库德族呢 动手 那美国现在虽然呢 暂时的 呃 就是就是先 先没有呢 完全的撤离开呢 叙利亚 不过你可以判断 他早晚是要走的 他走了之后呢 库德族怎么办 我相信那里还有很多 你的你的亲人朋友呢 在在在叙利亚的北边 在这库德族自治区里头 那你认为库德族的未来 该如何处理 进广告 回头之后继续访问 许善德 非常不浪费的早餐 我是谭香楼 民国110年6月14号 星期一 礼拜一的时间 早餐读书会的单元 我挑了这本书 库德的勇气 八级文化出版 作者是在台湾的一位 库德族女婿 许善德 好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不能请许善德 来到节目的现场 但是一如过往 我对于库德族 这个民族的注意和 关注和关心 那我希望呢 全世界 其实在台湾的朋友们 那也能够呢 多关注呢 库德族他们的困境 他们是在过 过去这些白人的 在中东的殖民 跟利益分割所留 留下来的问题 所以问题就是 库德族呢 在这么大一个民族 三四千万人 他们的分割 在不同的国家里头 在每个国家里面 他们都变成少数 都是被欺负的对象 被屠杀的对象 连IS呢 都都欺负他们 好 那美国在过去呢 在中东 因为呢 占领了伊拉克 那对于库德族来讲呢 似乎呢 也多了一点点的保护 可是呢 这终究呢 是有 是有限的 那接下去呢 库德族 他们终究 你从刚刚 许善德的讲法里面 我相信许善德的念头就是 他们不只寻求 作为各个国家的自治区 他们希望库德族呢 能够有独立建国的机会 那在我们线上的许善德 我继续请教你 第一个在 你在伊拉克北边的库德族 自治区 你的出生的地方 现在那边平静吗 那边你的家乡父老 他们在过去 包括IS呢 在攻击你们的时候 你有亲朋好友 因为这样而失去生命吗 当然有 就是有朋友 还有朋友有了 还有对 就是投入了库德族的 投入了对IS的战争 对他们是比较是 因为在伊斯兰国时代 是他们没有 伊斯兰国没有进入到 我们的库德族群 所以我死掉的认识的人 其实主要的是军队 军队因为他们是在边界 跟伊斯兰国战争 他们不希望 伊斯兰国的军队进来 所以这些地方 就是保护的就是军队 所以死掉的人 主要的是军队 对 我身世的人就是军队 好 那你刚刚也提到了库德族 你的族人分散在 这么多不同的国家里面 那当然最主要的 就是在刚刚刚刚讲的 就是伊拉克的北边 叙利亚 然后土耳其 以及伊朗的这一块 这一块呢 如果你把这几个国家的边界拿掉 其实库德族是生活在一起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没错 好 那我看你的书 我可以感觉到 你有过去库德族一直在想的 为什么库德族不能够 这么多的人 为什么不能够成立一个自己的国家 可是这些的国家都不会同意你们建国 那库德族该怎么办 对 其实如果你现在看国际的话 就是现在出现新的国家 你知道这个时代就是大概可以说 1991的时候之后 就是熟联然后变成国家 在那个时代大概是快要30年了 就是新的国家出现新的国家 是真的非常非常一个不容易 非常不可能 对非常不可能 就像我们在讲的连巴勒斯坦都没有办法 对对没有错 所以意思是 我们其实 我们的政府什么 在懂那个部分 但是呢 现在 我们是之前有决定那个独立公投 就是还是有一种 就是尝试就是试试看 是不是比如说国际 因为我们的历史跟其他的国家的历史 有一些不太一样 因为我刚告诉你是 我们的问题是真的非常非常久 我们是需要 希望还是做一个 经过一个工作 然后看看是 全世界的反应是对我们的工作的反应是怎么样 但是后来就发现是 没有一个国家是 可以那个公布的 然后正式的会支持我们 所以变成 我们经过那个独立公投 就知道那个是 没有一个国家 他愿意支持我们 所以变成那个 我们现在知道 了解独立一个 拿到一个国家 是真的在这个时代 最近的 最近的情况 就是真的非常一个不容易的一个 所以变成 我们想要 就是 有拿到 这支学 所以在伊拉克 我们有一个库的支持区 在叙利亚也有支持区 但是在叙利亚的中央政府叙利亚没有 才认是一个支持区 所以正式的被国家 产生的一个支持区 唯一的就是伊拉克 库德支持区 然后在土耳其完全没有一个库德支持区 然后在伊朗也没有 所以 我是觉得库德主的问题 现在的情况 就是处理这个库德主的问题 应该要从现在 拿到库德支持区开始 所以我们的希望在土耳其 库德主人也是有一个库德支持区 然后伊朗也是 我觉得这个问题会变少了 因为那个独立的部分是 我们伊拉克库德支持区已经尝试过 知道那个 在独立的部分是没有 没有一个国家是敢出来 正式的会支持我们说 我们愿意是你们 所以独立的部分 但我可以说在现在情况是真的 应该说不可能的一个东西 对 好 你在来到台湾之后 你还有再回到你家乡吗 其实我们一年会回去 但是大概一年半的 因为疫情的关系 因为回去的时候 我们没有不是只飞 所以回到其他的国家 我觉得疫情会 不止自己会很担心 还有回去要给家人另外一个负担 所以我大概一年多了 我还是在台湾没有出国了 对 好 那你的家乡现在安全吗 你说在战争部分还是疫情 还是哪一个部分 就是战争的部分 战争的部分是 库德支持区的现在的问题是 在安全的部分是没有 算是没有问题 但是在政治情况 或者是可以经济情况 算是有问题 因为我们的预算 还有我们的经济 还是算是没有算独立的了 所以还是靠伊拉克中央政府 但是伊拉克中央政府是 它的预算还有 它没有好好的给我们了 这样 所以变成在经济的部分 算是我们有问题的 对 好 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从一个比较务实的角度 就是说最少先让不同国家的 库德族人都能够成立自己的自治区 对吗 对对没错 好 因为现在除了伊拉克的 这个库德族自治区 是被承认的 被国际承认 是当然跟美国的占领 是有关系的 但是在叙利亚 尤其在土耳其 土耳其其实 你想土耳其 它也是北约的一个一环 可是 没错 可是它虽然是北约 可是欧洲国家 对于土耳其在 在欺负库德族这件事情 好像也帮不上什么忙 对不对 其实 现在因为 我刚讲的是 因为是国家的 拿到国家是因为不可能 但是大家 我们希望拿到一个国家了 但是你如果比较 从政治的部分来看 那个问题 不是说 我希望什么 然后看国际关系 因为国际关系 跟你的希望是不一样 你的希望 大家都希望拿到一个国家了 但是你看那个国际关系 还有看这边的情况 拿到一个国家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才说 拿到一个库德自治区 那为什么 我不是说 那我们不要自治区 还是可以跟这些政府 好好的 好好的生活在一起 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的历史的问题 是太久了 变成那个库德主任 就是没有相信中央政府 这个是每一个 很多库德主任 脱脑里面有这个问题 所以 因为我们 伊拉克也是 有这个问题 他还不相信 库德主任 他一直觉得 他们我们想要独立 我们是一直想要觉得 我们一直觉得 是土耳其 对库德主任不好 所以那个问题 已经 比如说土耳其 愿意 他以后不要做这样子 但是我们还是不相信 意思是那个问题 已经变成 有一种 没有互相相信了 所以我才说 还是拿到一个自治区 在伊拉克 可能会减少的 那个冲突还有问题 好 那你会 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你会 你会希望你的孩子 能够回到库德主 自治区生活吗 应该会有希望 因为我们决定 我们在这里11年了 然后是希望 等疫情过了 然后之后还是去尝试那边 嗯 试试看那个生活 会不会 我家的 我老婆还有我小孩 会适应 适应的话 可以再继续那边 然后觉得 没办法 好好适应 可以 还是台湾 也是算是 现在也是我的国家 所以我们两个 都可以决定 好 在我们线上的呢 今天接受我们访问的呢 许赞德 许赞德 是 结了婚之后 跟着太太来到台湾 生活的 在伊拉克北边的 库德族 自治区的朋友 当他来到台湾11年 现在在台湾呢 安身立命 生活也很稳定 也很好 但是他没有忘记呢 他的库德族人身份 他在 他在提醒大家 他也写了这本书 库德的勇气 库德族人追求和平 与独立的故事 在过去 偶尔你就在新闻当中 会听到库德族 对于这个民族 我相信绝大部分 台湾人呢 不了解 也没有想要去多了解 但是希望呢 今天许赞德 在讲他自己的 成长的故事 他对库德族的 这些分析跟介绍 对于大家未来 在理解呢 库德族的遭遇的时候 以及如果说库德族人 有机会呢 在台湾你遇到的时候 你能够呢 对他们呢 表达你 对他们的关心 感谢来今天呢 透过电话连线呢 接受我们的 我们访问的 在台湾的库德族的朋友 许赞德 许赞德感谢 我也非常感谢你们 你们的邀请 真的非常高兴 好 那你跟太太跟家人问好 等到疫情过了之后 欢迎你们来现场上节目 感谢你 感谢你 谢谢你 好 保持联络 谢谢许赞德 来进广告 回到新闻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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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